大约过了两刻钟的时间,梁又慧还没有从镜房里出来,沈木青也不由得有些急了,他去了镜房,把耳朵隔着隔扇上听,也听不到什么动静。 可千万别在他这里出什么事啊,沈木青就朝着阴芬挑了挑眉,阴芬会议再次将耳朵贴在隔扇上听,过了片刻,回头朝着沈木青摇了摇头,沈木青略意私存,起身走到了隔窗边,轻声道,姐姐,可有什么地方吩咐我的? 镜房里没有半点动静,沈木青沉思片刻,嘀嘀地道,姐姐,我让身边服侍的人都出去了,要是你不放心我,我让紫沙进来服侍你吧。 不不不,梁又慧立刻回答,声音里带着哭过后的含糊,不用叫紫沙,我,我一会儿就好。 银芬就在沈木青的耳边敲声道,姑娘,梁姑娘身边的两个婢女,一个叫紫沙,一个叫丹珠,她身边的大丫鬟叫婢珠,而梁家太夫人身边却有一个叫紫娟的。 沈木青了然地点了点头,轻声道,你们都下去吧,这里有我就行了。 银芬屈膝给沈木青行礼,带着屋里服侍的人退了下去,沈木青就又劝梁又悔。 我和姐姐一见如故,姐姐在我面前还有什么可遮掩的? 姐姐这样躲在里面也不是个办法,而且前面的席面也差不多该散了。 她的话还没有说完,隔扇门突然压的一声打开,梁又悔两眼红得像兔子似的,颠着脚朝她身后看, 进屋里只有他们两个人,这才舒了一口气。 沈木青见了,忙道, 姐姐放心,我不会让你在下人面前试了体验的。 梁又悔一听,泪迎于解,吸着鼻子。 多谢妹妹了。 沈木青柔声地问她, 姐姐,这是怎么了? 她的脸上的通红,说道, 我,我吃坏了肚子。 因为这几天家里的客人非富即贵,又请了刨厨, 沈木青为此做了很多准备工作, 包括内院和外院的手面,各院服饰的丫鬟小丝, 家里的器皿收取,都做了一些调整和安排。 这清洁卫生也是其中的一项, 她不仅包括天堂庭院的打扫, 还包括厨房里的清洗。 为这个,她还专门把李妈妈派到了厨房, 就是怕有人吃了不干净的东西, 坏了肚子,搞出笑话来。 沈木青一听,大惊失色之后,又满路羞愧。 姐姐,都是我家不好。 梁六慧却拉着沈木青的衣袖, 胶着了道,不,不关妹妹家的事, 是我,是我,不应该吃那颠簸缩。 沈木青一正,还以为那颠簸缩有什么问题。 她高声喊了落眉, 你叫了那吉祥福的班主过来。 别叫,别叫。 梁六慧听了,竟然眼带哀求地望着沈木青, 都是我的错,不关别人的事。 沈木青见她稀释凝人到没有原则的地步, 不由得暗暗皱眉。 姐姐别担心, 我只是想问问到底是怎么回事, 并不是要追救谁, 也不会把姐姐扯进来的。 梁六慧的眼泪都快落下来了。 妹妹有所不知, 我,我, 我是因为一年多没有吃大婚的东西了, 所以才会…… 沈木青恶然。 妹妹, 快把人叫回来吧。 梁又会望着沈木青, 泪眼婆娑。 虽然不知道其中的原因, 但沈木青还是让人把落眉重新叫了回来, 说道, 你还是先去前头穿堂看看, 看看那边的宴席散了没有。 落眉应声而去, 梁又会这才松了一口气, 满脸感激地喊了一声妹妹。 沈木青拉着梁又会坐下, 正色地道, 姐姐,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 梁又会突然间泪如雨下, 我长得又高又胖, 家里人猪让我少吃一些, 特别是油腻的东西, 我又快一年没吃肉了, 偏偏我又最喜欢吃。 说着突然就趴在炕机上嚎啕大哭起来 沈木青目瞪口呆 他最不擅长处理这种事 以前的同学也好 同事也好 大家都自诩是精英 打碎了牙齿或血吞 谁会在一个刚认识的人面前这样试探地哭 除非是有什么特殊的目的 想到这里沈木青的眼皮不由得一跳 他耐着性子安抚梁又慧 别哭了 小心眼睛肿了 等会儿不好出去见人 梁又慧抽抽气气了半天 终于收了声 接过了沈木青递来的手帕擦着眼睛 妹妹看我一定很可笑吧 口气很是沮丧 沈木青想怒道 姐姐看我是那样的人吗 妹妹 我没那意思 梁又慧又开始哭泣 我 我也不想这样的 来的时候 娘还特意让周妈妈告诉我规矩的 祖母还把身边最机灵的紫砂坡给我用 可我还是出了丑 我还到你湖里去上镜房 这要是传出去了 我 我 我有什么颜面见人呢 说着又趴在炕机上哭了起来 沈木青起身坐到了梁又慧的身边 搂着她的肩膀 低声的头 姐姐快别伤心了 是在我这里 又不是在别处 放心 不会有人知道的 你现在肚子好心了没有 我原也是怕出这事 家里还备了些药的 不如吃一点 免得等会儿到夫人们面前失礼 那才是真正的媒体面呢 梁又慧一听 立刻点头 旋即又露出迟疑的表情来 要是别人知道了 你放心 我屋里的人都是能使唤上的 就是太太那儿 也能瞒天过海 梁又慧望着沈木青的目光 就有了几分佩服 沈木青叫了英芬进来 去把前两天刘先生制的剑皮丸 拿两粒来 再出去悄悄扫一针血来 英芬硬生进了睡房 很快拿了梧桐子大小的蜜丸来 又服侍梁又慧吞了 屈膝行李退了下去 梁又慧吃了剑皮丸 就像吃了定心丸似的 人的精神明显的舒缓下来 他羞涩地望着沈木青 滴滴地道了一声谢谢 沈木青言嘴而笑 自家妹妹有什么好写的 两人说着话 外面就传来了洛梅的声音 姑娘我回来了 沈木青又帮着梁又慧擦了擦眼泪 这才应了一声 洛梅进来屈膝给沈木青行了礼 笑道 太太和梁夫人都说 让姑娘陪着梁姑娘在安园歇着 夫人们都在东厢房摸骨牌呢 沈木青不由地喜笑颜开 这可是吉人天下 等前面的洗面散了 姐姐这眼睛也有好的差不多了 梁又慧听到这样的安排也很意外 但她和沈木青是一样的心思 听到不由地破提微笑 紧紧地握住了沈木青的手 多谢妹妹了 很快 英芬扫了血进来 沈木青让洛梅找了一块绿硝砂的汗精 把血过滤了 然后给梁又慧敷眼睛 英芬的手被血水刺得红肿 梁又慧眼睛的红肿才消了一些 沈木青见状松了一口气 但还是怕梁又慧害羞 让洛梅把立在屋檐下 吹着寒风的丫鬟媳妇 都叫到报下里去歇着 有什么事会传他们的 洛梅应声而去 梁又慧就露出了感激的神色来 但沈木青却有了几分为难 两人并不相熟 让自己招待梁又慧 怎么个招待法 如果不是有这样的一个插曲 倒是可以出去上上雪 到温棚去看看花 或者是到静顺斋去走一走 梁又慧也在为难 如果沈姑娘提议出去走走 以自己现在的情况 要是中途想上静房 想到这里 她不由急急的道 妹妹你可会打叶子牌 我们不如也来打牌吧 这倒是个好主意 既可以打发时间 也可以不用出门 沈木青忙点头 前两年也陪着太太玩玩 后来进了学 太太也没这经历了 倒是很久不曾玩了 梁又慧听说沈木青会打叶子牌 舒了口气 笑道 我也是陪着祖母消遣消遣的 沈木青换了英分去拿叶子牌 又问梁又慧 要不要把紫沙或者是丹帝叫过来 梁又慧笑着摇头 我还怕妹妹糊弄我不成 沈木青吃不准 梁又慧是真的不怕自己三打一 还是不愿意两个随行的人在跟前服侍 不过 她不希望因为打牌的输赢 而发生什么不愉快的事来 她笑道 我倒是想糊弄糊弄姐姐 可也要我手里有人才行啊 这屋里也就我和英分两个人会打牌 其他的通通不会 梁又慧很吃惊 通通不会吗 倒不是真的都不会 主要是她自己不是很会 而英分却是他们当中最精明的一个 也是牌打得最好的一个 她虽然不想赢梁又慧的钱 可以不希望自己这边输得很惨 沈木青点头 真的是都不会 就是我也只是勉强能玩玩 梁又慧笑道 那就换了紫砂来吧 她的牌打得不错的 四个人 梁又慧和沈木青一左一右的做了 临窗的是紫砂 半座的炕檐的是英分 开始打起叶子牌来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FM们出品的 有声小说 好事多磨 作者 芝芝 演播 爱书书 朝西堂的东厢房是一座三间的厂厅 李氏平常就在这里招待通家之好的女眷们 因为洗面上大家都喝了点酒 厂厅里又烧着地炕 几位夫人都脱了被子 穿着对尖小袄 围坐在南少江正中的那张红漆海棠花蓬崖四方桌前 搓牌的搓牌 看牌的看牌 交头接耳的说贴心话的说话 丫鬟媳妇们穿红灼绿的穿梭在其中敬茶 上点心 很是热闹 而李氏则陪着胡姓的夫人坐在堂屋里 铺着大红绣云纹捧束的靠背银枕黑漆嵌云母罗汉床上 搭着黑胡皮袄子说着闲话 正是好动的年纪 看见什么都要拿在手里看看 胡姓夫人满脸是笑的说着自己的宝贝虫孙 指着炕桌上阳线沙盆里的几苗水仙 家里的这些东西都被她拔光了 早就是只见叶子不见花蕾 李氏呵呵的笑 活泼些好 活泼的孩子都聪明 胡姓夫人提起虫孙就高兴 眼睛眯成了一道缝连连点头 可正是这个脸儿 虽然说是皮 可也聪明得很 什么东西啊一焦就焦 一看就通 把我们家老爷稀罕的 每天都要抱一抱 不然睡不着觉 正说着话 就听见南边传来赵福夫人的声音 秦夫人 你可不能看两家的牌 左右逢圆呢 两人不由寻声望去 就看见柳静夫人坐了东 赵福夫人坐了南 梁渊夫人坐了西 谢敏夫人坐了北 秦伟夫人正坐在柳静夫人和赵福夫人的桌角 指点着柳静夫人大牌 秦伟的夫人言嘴而笑 那柳静的夫人去忙着辩解道 秦夫人是看我不会 这才坐到身边帮我看着的 梁渊夫人就笑道 定是赵夫人整了大牌 怕我们知道 大家可看仔细了 她面前下了两句锁子 赵福的夫人笑着轻呼了一声 关牌不言真君子 关牌不言真君子 大家都哈哈的笑了起来 李氏和胡信夫人收回了目光 李氏笑道 早几年也能陪着玩玩 这几年啊 倒是越发没这精神啊 这大悲大喜的玩意儿 还是他们年轻人受得住 胡信夫人连连点头 说起来 你也好长时间没出来走动走动了 我过几天要去庙里吃斋 你要不要同去啊 李氏听着身子一僵 笑道 我们家不必京都弃勋 人手少 怕到时候照顾不到 还是不去了 胡信夫人听了 还欲说什么 已有一个轻描的声音 插了进来 是谁要去庙里啊 两人抬头 就看见秦为的夫人 实实然走进来 旁边的丫鬟 忙涉坐 我坐在那里 只有被他们奠记的范儿 还是和两位夫人坐坐 说说话 秦为夫人笑着坐了下 我刚才听说要去庙里 是哪位夫人要去 过几天就是十五了 向约了沈夫人一道去 沈夫人说家里的人手少 怕到时候照顾不到 说着若有所思的 笑了笑 秦为的夫人微微一笑 热情的道 这是多大点事 要是夫人定了日子 只管告诉我一声 我娘家那个不成器的弟弟 正巧来京中公办 让他带着人 去给夫人打头阵 我看这满京都 有谁敢乱来 李氏一正 秦为的夫人代氏 其父郑国将军 辽东总兵代盛辉 也是大周王朝 赫赫有名的大将 与镇安王元盛 称号东代北元 她是代盛辉的嫡长女 只有一个兄弟戴桂 两年前 世袭了指挥脸士一职 是正四品的五官 呼信的夫人 已经面露惊异 怎么 令帝到了京都吗 不知道 来办什么差呀 秦为的夫人 脸上闪过骄傲之色 今年九月 高丽人趁家父换籍的指使来袭 我弟弟临危受命 以两千人抗击高丽三万人 大获全胜 太后娘娘听了欢喜的不得了 可宣了她进京面胜呢 哎哟 呼信夫人不由提高了嗓音 这可是天大的喜事啊 怎么也不见你说一声 我们也跟着洗一洗 秦为夫人却是神色一暗 说 有什么好喜的 建功立业 是他们爷们的事 我只关心她的婚事 她今年啊 都十八岁了 那弟媳妇还不知道在哪里呢 家父被子可是愁短了长 呼信的夫人一照 这么一说 年纪也的确不小了 怎么就没有把亲事定下来呢 可是眼光太高了 秦为夫人苦笑 我母亲去得早 父亲没有去嫌 倒是把这事拖了我 可我天天在府里待着 不是围着灶台转 就是围着孩子转 哪里有适合的人选 哎 这次她进京 家父特意写了一封信给我 让我这次一定得帮着弟弟 把婚事定下来 说到这儿 她眼睛一亮 拉了呼信夫人的手 夫人热心热肠 又见多识广 又人脉 又适合的 也要帮我说到说到才是 到时候 妾身一定会一年四季 给夫人做鞋船 李氏静静的坐在那儿 低头垂目的 望着炕桌上的那杯茶 嘴角露出了一个淡淡的笑意 呼信夫人呵呵的笑起来 写到不用了 有这个心就是 说着 脸色一正 也不知道你们家要找哪样的 秦伟夫人笑道 我们家的情况夫人也是知道的 母亲早逝 家里暂时由一个无儿无女的老姨娘主持中会 有没有输出的兄弟 我底下三个妹妹也嫁了 呼信的夫人听了点头 这样说来最好是能找个能干些的 毕竟是进门就要当家的 秦伟的夫人很是赞同的样子 夫人说得极是 我家里也有点博产 到时候都是要交给弟媳妇手里的 如果性子太弱 怕是镇不住 你让我想想啊 十八岁 差个一两岁的 好像没有 大一些的 倒是有两个 秦伟夫人忙道 家父曾经给舍弟看过八字 说不能找大的 只能找小的 而且最好还是小个五六岁的 这样啊 呼信夫人对李氏笑道 小五六岁 还没有吉姬 只怕这婚事 秦伟夫人正要接话 只听着南边嘻嘻哈哈的起了哄 不行不行 这局不算啊 哪有这样的打法的 秦夫人 快来救场 这里是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好事多摩 本集播放完毕 叔叔感谢您的收集